我们感谢赛美你的恩典 召集我们大家在这里聚集 主谢谢你 主啊今天教会要庆祝中国的农历新年 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 充满喜乐的来欢庆 你所赐给我们的节日 主啊愿你与我们同在 也与这堂课所有弟兄姐妹同在 今天有许多弟兄姐妹要配搭外面的侍奉 也求主恩典与他们同在 保守我们这堂课 满有你圣灵的恩典 满有你圣灵的恩高 主啊愿每一个人能够明白真理 进入到你圣灵的恩典当中 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证明 我们在上个礼拜 就是有讲到了 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然后我也讲到了就是说 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开始 一到十三节里面讲到了五旬节 圣灵降临的情况对吧 好 然后所以讲到就是说 五旬节呢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日期 十一然后是庆祝大麦的收割结束 小麦的收割开始 也是神在属灵的里面 开始要收割人的灵魂 然后圣灵降临的情况呢 我们上礼拜有一些解释 然后在神的应许之下 在五旬节所展开 圣灵降临在每一个相信神的人身上 那上礼拜我们也提到了旧方言跟新方言的比较 旧方言是分散新方言乃是聚集 然后也可以看到在十一什么 十一十二节十三节当中 我们看到了福音 对福音的反应 有接受的跟不接受的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就要来看 二章十四节到四十一节 我们要看彼得在五旬节的讲论 这一段是在教会历史上的第一篇讲道 然后他那里面阐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 所以我们一起来念 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到四十一节 来请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在一起 告诉我说 犹太人和叶住在连路沙特的神马 这件事你们当知道 也当阿世尔不议我的话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圣诸 这正是先知悦尔所说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语要说预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倦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交换我的仆人和使命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 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的名字 救病得救 以色列人啊 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大的人耶稣 在你们中间 实行义能 其事神迹 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他既按着神的定制 先见被捞人 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因为他远不能被死拘禁 大卫指着他说 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 他在我右边 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灵欢喜 我的灵欢乐 并且我的肉身 要安居在此望中 因你必不叫我的灵魂 也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必叫我应见你的面 得着满足的快乐 弟兄们 先主大卫的事 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 他死了 也站来了 并且他的坟墓 直到今日 还在我们这里 大卫既是先知 又想得神请向他启示 要从他的后遇中 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 就预先看明这事 讲成基督复活说 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 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 这耶稣 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 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 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交换下来 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 但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做你的脚腾 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知道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 神已经立他为主 为基督了 众人听见这话 绝对扎心 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 弟兄们 我们当怎样行呢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授起 教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并且在于平方的人 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彼得还用诗诺的话做见证 劝勉他们说 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湾区的时代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 那一天门徒约天河三千人 好我们到这边 我们刚刚在读的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圣灵降临冲 就是在圣灵降临之后 显现了一些情况之后 他就开始站起来 跟十一个使徒站起来 开始宣讲 他宣讲的内容包含了四大要点 五大要点 第一就是应许 成就复活升天跟圣灵的交换 到底是什么意思 所以彼得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引用了 他在整天的这个 他所讲论的过程当中 他引用了四处 四处的旧约经文 哪四处 约尔书 十篇的十六篇 还有诗篇一百一十篇 第一节 还有诗篇一百三十二篇 他总共引用了四处旧约的经文 所以这段经文 他引用旧约来陈述一件什么事情 在座的所有人 你们说我们是喝酒喝醉了 不是的 是旧约的时候 神就已经透过先知 应许现在事情要发生 不是你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所以神应许 他的日子的时候 一定会有什么 圣灵的浇灌 会有 主从死里复活 所以诗篇十八 十六篇 八到十一节 还有主会升天 最后主会坐在神的旁边 所以这是什么 到新约的过程 所有一切的应验 都为了应验神在旧约当中所说的话 所以今天五旬节 圣灵的降临 的重要一个话时代的记号 就如同耶稣基督从玛利亚 怀孕 出生 童女生子 降在马朝当中 应验了所有旧约先知的话 神应验了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 今天耶稣基督死而复活 升天之后他应验了什么 最后一个什么 圣灵 圣灵的降临 接下去是讲到什么 那末后的日子 末后的日子 所以当圣灵降临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真正进入到了什么 末 是 有没有 开始了 然后到了最终 末世的最终就是什么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 那就是整个圣经预言的一个终结 所以在这段 彼得在这一段整个的 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 一直刚才读到四十一节 是新约当中第一次 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宣告 非常 他等于算是一个 他的讲道了 他第一次的讲道 讲道强调了 耶稣的身份 耶稣民 我们要如何透过耶稣 来知道神到底要在我们的身上做什么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 所以他在这边特别强调的是什么 神现在坐在 耶稣坐在神的右边 他赐下圣灵 供应我们救恩 耶稣基督 耶稣是主 耶稣是基督 我们讲到主 什么是主 什么是基督 什么是主 什么是基督 主掌管我们的生命 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王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开始进入到单节里面来解释 我们来看看 在使徒行传二章十四节 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来 我们之前我们在上使徒行传前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见 彼得他在没有被圣灵充满之前 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 他的生命是什么样子 胆怯 还有呢 回到旧的工作 回到旧的工作 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彼得 可是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 你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完全的翻转 而且对于神的认识 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认识 所以他在这边站起来讲 在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他就是提到就是说 这一段都是在应验旧约的应许 不是到现在才发生新的事情 而且他跟他们讲什么 他说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时候刚到四初 四初 你们知道我们现在用的河本 是几年翻译的吗 是几年用翻译出来 是1919年 1919年 请问那个时候还在 我们还在什么时代 还在清末 所以你会看我们的河本里面 会有那个巡抚啊 衙门啊 什么四初会出来 所以你看他的时间点 跟我们用的现在不一样 所以什么叫四初啊 四初就是早上九点钟 请问我们大家 会有人在早上九点喝酒的吗 没有对不对 所以彼得在这边就是讲的 就是说 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是喝醉酒 现在才早上九点钟 我们怎么可能喝醉酒 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提出来 就说 这只是要应验 先知谁所说的话 约尔说的话 他为什么要提出来 因为犹太人 你要知道现在 彼得他讲述的对象是谁 是犹太人 我要再次提 不要忘记 救恩是从哪里出来的 犹太人出来 这是谁说的 这是耶稣说的 所以救恩从犹太人出来 所以他第一个传讲的对象 就是犹太人 所以他用犹太人的背景 来跟他们讲说 我们长久以来所期盼的应许 就在今日 我们大家遇见了 所以开始 开始了 圣灵的降临的开始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主大而可未显现的日子 不是一个可怕的日子 为什么 在二十一节说什么 二十一节说什么 凡求告主名的旧必得救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日头有没有变为黑暗 月亮有没有变为雪 这是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 在新闻中会看到的事情 这已经不是新事了 可能在使徒行转 那个时代对他们来讲 可能还是新事 可对于我们来讲的时候 可能上个礼拜前前礼拜五 还有什么 有史以来最大的什么 雪月 开始有些所谓的天象的转变 所以说在旧约的时代 圣灵只会降临在一些 特定的人身上 可是彼得现在告诉他们 神应许的时代 圣灵的时代 现在已经来临到我们 每一个人相信的人身上 所以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人身上 我们身上就有什么 就有圣灵 圣灵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 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灵 里面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神的儿女 可是今天我们再次强调 使徒行转特别强调圣灵是什么 能力 圣灵是能力 有了圣灵的能力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做跟耶稣一样 甚至比他更大的事 接下来彼得在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 他开始强调 耶稣基督的神迹跟死亡 所以彼得开始强述的福音 他说以色列人请听我的话 神借着拿撒乐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 异能其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为什么他讲这句话 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 为什么 所以说当彼得第一次讲到的这一群听众 他们有没有看过跟听过耶稣 有 所以他等于算是再次陈述 你们跟我一起生活在一起 你们都听见过 你们都看见过这个耶稣 他行过义能 他行过歧视 他行过神迹 这不是我说的哦 这是连你们一起都活生生 亲眼看见 亲身经历的 而这样子的耶稣 是你们知道的事实 所以说让他们知道 就是说你们这群犹太人 你们现在很惊奇 我们现在发生这些事情 不要惊奇 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惊奇 因为耶稣基督他今天所做的这些事情 是按着神的定指和先见 所以 所以为什么他会要这样子解释 因为他要解释的是 犹太人所因应期盼的弥赛亚 是一个什么样的弥赛亚 犹太人所因应期盼的弥赛亚 是一个做王的弥赛亚 还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是一个带领他们像个大将军 大元帅的骑着马 对不对 要打 要颠覆那个 罗马政府的 结果没想到他们的弥赛亚 居然是被打 被羞辱啊 那最后被拼在十字架上 居然还是跟两个罪犯同列 这完全颠覆了犹太人的思想 完全 完全想不到 这个是神的计划 连彼得 他也不会想到说 原来耶稣基督的受死会是在神的计划里面 所以我们要来比较哦 我们要来比较 彼得 他被圣灵充满之前 跟圣灵充满之后 他对于耶稣基督受死 这件事情 他有多大的改变 我们来看 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六章 十三到十七节 跟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十六章 马太福音十三节到十七节 翻到了吗 好 来 请大家念好吗 谢谢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对他说 信恩八月 你是事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 只是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福 只是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从此 同一章哦 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继续上 人士许多的福 并且被杀 第三日 彼得就拉着他 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事并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 对你 说 撒旦 退回后边去吧 你是半磨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同一个彼得 同一个彼得 面临到耶稣基督 活着的时候 跟他讲 他要受死 要埋葬 他要复活的情况 他跟耶稣说什么 主啊 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可是当同一个彼得 当他被圣灵充满之后 他却站起来 引用了旧约所说 说什么 这是应验了神起先的计划 亲爱的弟兄姐妹 知道吗 圣灵充满 为什么对我们基督徒 这么重要的至关经验 圣灵他是 启示真理的灵 当圣灵在我们里面 与我们 同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原来神的旨意 是会更清晰的 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会看见 那不一样的亮光 会更明白神的心意 在我们的里面 所以我们能够 坚忍到底 我们能够忍耐 不是因为我们会忍 我们能够忍耐 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盼望 我们的盼望来自于哪里 我们的盼望不是来自于 想说可能有一天 那种虚无的快乐的应许 我们的盼望来自于 神确实的话语 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 神话语的时候 就如同彼得一样 他被神翻喘了 他就已经明白了 原来耶稣基督 他必须要死 以前我当着他的面 他前一句话还说 你是永生神的儿子 你是基督 对不对 下一句话说 主啊你千万不能这样做 在这边 彼得同样承认 耶稣基督是主 而且他跟众人宣讲 这是神预先的计划 所以他告诉犹太人说 不要错看了 受苦的基督 乃是神的预先跟定见 这不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 所想有那个骑着骏马呀 拿着灰的大刀啊 然后一起揭竿起义呀 要推翻罗马政府的 不是在我们脑中所想的 米赛亚 这个受苦的基督 乃是神在旧约当中 就已经摆在神的计划 当中的一部分 就如同他要透过 同真与玛利亚所生 一样是神的计划 所以当一个人在神的里面 他被神触摸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我明白了神的计划 为什么如此这样行 所以说在犹太人当中 被定十字架的米赛亚 是他们的绊脚石 是他们信仰跨越不过去的 包括到现在的犹太人 一样哦 他们还在等他们的米赛亚 他们到现在还在 期盼他们的米赛亚来 所以对于这个被定耶稣 十字架的米赛亚 对他们来讲 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能够去相信 这是他们所期待的 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是什么 十字架就是神 预先计划的救赎行动 没有十字架 就没有完整的救赎 耶稣若不死 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的罪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 所以说彼得在这边叙述 为什么他引用旧约的来说 包括自己自身的经历 他都强烈的经历到就是说 耶稣他自己必须要死 所以他在这一篇的 这一篇的讲道当中 耶稣的受死 复活 耶稣的受死 埋葬复活 升天 你会发现 包括到今天 都是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中心核心 有没有发现 然后所以在这一篇当中 彼得所说的这一段里面 其实包含了很重要的基督论 也包含很重要的圣灵论 因为他讲到圣灵要怎么样 交换下来 有没有 刚我们读到有没有 在三十二节有没有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 我们都会这事做见证 他为什么敢讲 我们都会这事做见证 因为他亲眼看见 他亲身经历 他既被神又守高举 又重复受了所应许的圣灵 就把你们所看见 所听见的浇灌下来 彼得是第一手的资料人 他第一手经历到的 但是如果你们在上纪 有上过我开的圣灵与明恩就知道 因为在教会的演变的过程当中 很多时候我们就集中在基督论 圣灵论就很多忽略了 所以我记得我在上第一堂课 我给大家看了使徒信经 基督论讲了一大篇 我信耶稣基督 从童贞里马利亚所生 然后在本多比拉多手下受害 第三日怎么办 这样子最后 然后圣灵只有四个字 我信圣灵 所以这个在整个教会的历史过程当中 我们要来看 看圣灵的降临在 所以使徒行算是个非常重要 看见圣灵工作的 所以我们不能够把它 只当成一个历史书来看 所以复活 复活对于基督徒来说非常的重要 如果今天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信的就枉然了 如果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今天不要坐在这里了 是不是 就是因为基督活了 我们今天才坐在这里 我们能够领受到他复活的生命 代替了我旧有的生命 我靠着他复活的生命 活出新的生命 所以说耶稣在 彼得在这边讲什么 他怎么解释说 神把他从屋里复活 你可以看到二十四节 在二章二十四节 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叫他复活 什么叫做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 这句话好绕口 所以我要去看那个世界书 我解释给你们听 在这边 他的那个痛苦 痛苦希腊文原文的意思 是指说那个生产的症痛 咱们那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会症痛啊对不对 我们能够厚住那个症痛 然后说不要痛吗 也没办法 然后就算我们不痛分娩 其实他还是会痛啊对不对 那痛的原因是干嘛 他催残 最重要把孩子给生出来 所以这边彼得来形容说什么 耶稣他神不能 耶稣是个神嘛 死亡不能进住他 他就如同产父的症痛 不能厚住孩子一样 一定要出来 所以死亡不能够坚俊着耶稣 阴间留不住我们的救赎主 就如同父女没有办法 在我们的子宫当中 把我们的孩子留在里面 因为会痛 然后就一定要生出来 然后他在这边又特别提到 就是讲到大卫这段事情 大卫 所以他主要讲大卫是什么 他说大卫没有从死人复活 对不对 大卫有没有从死人复活 所以说大卫没有从死人复活 所以他引到诗篇 十六篇八到十一节这边来讲的话 那这段经文一定是指着 大卫的子孙谁 耶稣 所以说耶稣他是复活了 而且所有的使徒 都可以成为见证人 被下奸 被鞭打 被受苦 坚持下去 所以从这样反正 他们所看的一定是真的 他们所经历的一定是真的 一个广 今天耶稣已经被父神高举在哪一边 父神的右边 所以我们再次强调 圣灵来是因为耶稣基督 已经升天了 所以圣灵来 所以神的整个应许的完满 现在持续的进行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还没到 对不对 最后一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神的应许 还没有完全 那个句号还没出现 是什么 耶稣基督再来 我们都在等待 从这样子来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从我们这样子来看 这些历史事件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 那神所说的话 会不会一定成就 好 那耶稣会不会再来 会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盼望 祂会再来 而且接我们与祂同在 这是我们信仰的中心盼望 我要全部集中在讲神的话语 因为唯有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立得住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面对多变的世界 我们才能够把我们的信仰扎根在盘石上 就如同神说的 耶稣说什么 当我们把自己的信仰扎根在盘石上 无论水冲雨林风吹 这房子不会垮的 因为我们是扎在盘石上 是在神的话 所以我们的信心要在谁的身上 在神的话语上 所以这些历史事件不是故事 这些历史事件是与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 因为如果它是真的 过去是真的 今天会不会是真的发生在我身上 会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 大家都很自然而会 为什么 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好自然的标准答案就算会了 对 一百分 神是掌管历史的什么 哈 圣经说的 圣经说 圣经怎么说 说 我为什么要这样查理你 大家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的信仰 我们已经 因为我们在教会久了 你们知道吗 我们在一起 其实有个bubble 我们是一个那个 spiritual bubble 我们大家在一起好快乐 想要跟人在一起 可是你出去面对到不信的人 你面对到你那些 人家会你信什么 你为何如此 除了你讲你自己坚韧的时候 你要拿神的话出来做辅助 为什么 因为神的话是力量的 神的话是带力量 所以我现在为你们 为什么你们相信 过去历史发生的事 如今仍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为什么 我们经历过还有发生过 哈 我们经历过 神说的 神说祂是奥法 祂是实在经在永在世 阿们 因为祂是阿法 祂是欧美格 祂是习在心在以后永在的神 所以在祂都是世的 所以在祂里面没有改变 没有转动的隐而睡过去 今天早上听了谢信神传道讲到 耶利哥城墙倒塌 我们也有耶利哥城墙 今天可不可以倒塌 可以 可是你要懂得什么是神的心意在我们身上 今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 圣灵将领翻转了彼得跟其他十一个使徒的生命 今天可不可以同样的到我们身上 可以 可是前面的前提是什么 等候 有没有 持守祷告 我们有没有先做到那一些 我们期盼有祝福 可在得到祝福之前的那一些 我们有没有去做到 我觉得在这当中我们要去思考我们 我们自己在信仰上面 我们怎么样去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切 然后把他跟神的话也结合 所以彼得在这边用诗篇111篇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右边 这个主对我主说 这个第一个主是亚未 对我主说 第二个主是阿都内 亚未就是 那个至高的 然后主阿都内就是主 所以他是什么 彼得理解这是神对大魏的主耶稣说话 就是我们至高的神 跟着我们的主耶稣说话 很重要 主就是我们的基督 基督是什么 基督就是弥赛亚 就是受高的君王 我再次强调 今天我们其实是我们了 定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以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神以立他为主为基督了 而这个神立他为主为基督 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耶稣是我们的主吗 耶稣是我们的君王吗 所以说你们买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先祷告问上帝要不要买房 还是先看自己银行存款钱够不够 有人说booth it's good 小准答案你上街 我要讲的意思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我们都很快 是啊主事你是我的主啊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你要换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 你要搬家的时候你有没有祷告 你要结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结婚了吗 所以万一就会拿孩子 我们有没有祷告 我们有没有把我们所有的事情交在神的手中 让他真的成为我们的主 他在做主 很难哦 很难哦 因为我们习惯自己做主 我们习惯自己搬家 我这礼拜很奇妙 因为我有link那个 那个马鞍峰教会的那个华里科目是 那个每天的灵修的讲道 好奇怪哦 他他连续给了我三天 然后他一个都不一样 可是都给我同一天的那个讲道的信息 他那边的讲道的信息 就是讲道说彼得他不是在那边 风浪当中看到耶稣走过来吗 对不对 然后然后他就说 主啊我可不可以跟祢走下去吗 我觉得那个华里科目是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提醒 当我们在风浪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在任何不平睡的当中 要像彼得一样先问主啊是你吗 先确定的是主之后就说那主我可不可以走到你那里去 而不是自己先跳到那个风浪当中之后再问说 主啊你跟我在一起吗 你们了解我意思吗 那个先后次序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环境会有变动 我们会有很多的挑战 但是只要确定我们的主在那里 我们就不怕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还没有问主之前 我自己先跳下去那个环境 然后再来说主啊求你与我同在保守 这不一样哦 你们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我们遇到的苦难 我们遇到的难处 我们要先问问我们自己 会不会是我自己先跑到主的前面去做的决定 然后我自己承担了这些 所以说当耶稣基督他被高举 神称他为主为基督的时候 他其实就回答了在《使徒行传》一章六节 彼得那时候问他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是在现在吗 因为他说什么 他所应许的 他说什么 立他为主为基督 而且他应许要赐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 并一切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神他不但要复兴以色列国 他还要复兴万物 开始在于他被高举 直到他把神把所有的仇敌置于他的脚下 我们来念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 二十四节到二十八节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八节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好吗 请 再后末期到了 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 掌权的 有能的都毁灭了 又把佛交于父神 因为基督必要作王 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 既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 因为经常说 神叫万物都扶在他的脚下 既说万物都扶了他 明显那叫万物扶他的 不在其内了 万物既扶了他 那是主也要自己扶 那叫万物扶他的 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 所以说耶稣基督被高举 他现在已经高举 坐在神的右边 直到神把一切的仇敌 安置在他的脚下 他成为万物之主 可以发现神的复兴 会达到一个最高潮 最圆满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的主 不单单只是强调 耶稣基督他至高的王权 而且基督强调 他为我们所带来的救恩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得称为神的儿女 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 得称为王的孩子 我都再次跟大家提醒 我们今天是王的孩子 我们身上带着尊贵的DNA 我们看待自己 要从全新的角度看待自己 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 我们是荣耀的 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 我们一点好都没有 是因着耶稣基督 从死里复活 如今在父神的右边 为我们祷告 因着他的宝血 使我们得称为异 所以因着他 我们看自己 知道自己是神眼中的同仁 欺负我们的就是欺负他 用脚踢我们的就是踢他 为什么敢这样说 保罗就是扫罗啊 保罗成为扫罗之前 他逼迫基督徒 神跟他显现保罗保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要知道我们何等的尊贵 欺负我们的 就是欺负那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所以怕什么 所以站出来 知道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为什么保罗说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所以最重要的是什么 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我们要确知 我们跟神站在一起啊 所以再做任何事情 你要先确知 神有跟我们同在啊 所以那时候摩西 有没有 摩西说 那些以色列人三次 坏了基督神说 你去吧 你去吧 摩西说不要啊 主啊 我要你跟我们同在 唯一人独立担不起 只要神与我们同在 我们还怕什么 而今天神有没有 与我们同在 有 因为耶稣基督降生 人要称他为什么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就是什么 神与我们同在 所以 你相信耶稣吗 相信 天哪 你相信耶稣吗 相信 你相信圣灵的能力 在人里面 与你同在 你是神的孩子吗 相信 今天离开课堂 你要心里面有那把握 不管你面对 你出去之后 你明天你要上班 你要还是你要回家 面对你的婆婆 或者你公公 anyway 也许他们像 哥利亚一样的巨大 但是你要知道 在你的心里 有谁帮你 有神 不是要你真的拿弹弓 才打他 你没有知道 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力胜过 接下来 彼得做了 就是你会发现 他这个奖章 你会发现就是一个基督教 整个的 讲道的一个开始 他就开始做呼召 有没有 叫人家悔改 认罪 要受洗 有没有 所以说他就讲 你们要悔改 要受洗 然后领受圣灵 然后 要领受神的救恩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个是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我问你们 要受洗 我们得救 是靠受洗的一世吗 这个太对了 所以得救不是靠受洗 所以我们受点水里的 可不可以得救 可以 很好 所以一世不能使人得救 有些可能有一些教会 他们教义的规定 所以你一定要禁 如果他们要禁 万一真的是 你万一去到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要求 你一定要禁 然后而且要说 他不承认你点水里的话 那可不可以禁 可以 可以 好 可以再禁对不对 好 为什么 原因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 我受了点水里 我很知道 我已经得救了 那可是我今天去到一个地方 他偏偏 他的一个教会是正统的 是传讲 是传讲真理的 不是异端 你们听清楚 可是他的教义就要求说 你一定要行进水里 你不是禁水里很抱歉 我们不能承认你是会友 那你为了他的缘故 你可以禁 对不对 对 好 为什么 我弟兄的缘故 为什么可以要禁 禁的原因是什么 禁的原因是因为 我真害怕我没有得到救恩 不是 所以为什么我们可以禁 你为什么要彻底 所以禁 你可以彻底洗净罪吗 没有 没有 我们是科学出去的保险 你们知道 我们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个共通的原则 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 如果我吃肉叫我的弟兄跌倒 我就宁可不吃肉 所以我不管做什么 我是为了弟兄的软弱 所以今天我再禁 很抱歉 我是为了你的软弱 我再禁 你们了解我意思吗 我再禁不是因为你的教义比较高等 我再禁不是因为一定要透过禁我才能够得救 我再禁的原因是因为不好意思 你们比较软弱 这个不是我比较骄傲 所以你们了解我那意思吗 而是因为我却知我今天得救不在于 不在乎礼仪上面的差别 我得救乃是在于我心中 口里承认心里相信 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知道救恩灵道 相信悔改呼求主民 领受恩典的人 领受福音的人 所以说这四个上回应 基本上代表同一件事情 就是一位能够拥抱神 透过基督和圣灵所赐下恩典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吗 我们可以拥抱神 透过基督和圣灵赐下恩典的人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我们是何等的有福 所以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软弱 我们需要上帝 我们回应神 我们能够回应上帝 我们可以回到他的怀抱 这是我们极大的福气 因为我们有分于神 有分于可以转向他 所以说福音是好消息对不对 那有好消息有没有坏消息 那请问坏消息是什么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以前刚信耶稣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是参加个五天之夜的 一个青少年的那个夏丽营 我一来到家里 我就哭着跟我爸妈讲 你们要信耶稣 怎么不信耶稣下地狱 信耶稣可以得永生 太少不懂 我爸妈只回了我一句话 你这叫威胁利用 所以什么是好消息 好消息是神的救恩是免费的 可坏消息是什么 若我们决定不要上帝 说实在话 我们坚心坚决拒绝这个福 其实神也会非常尊重于我们的决定 最后把我们送到一个 真的没有他的地方 你们了解我意思吗 这最终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其实神从来没有逼迫我们 对不对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已经进了这个门 对不对 我们跟神的关系的深浅 仍然来自于我们的选择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选择 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 很重要 所以我们来看他们开始教会之后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 我们来念 我们来念一下 四十二节对不起 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 来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波笔祈祷 众人都惧怕 使徒又行了许多神事神经 信的人都在遗述 繁补公用 并且卖了田产家业 造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的在店里 且在家中多敏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赞美神 得著名的喜爱 并将得救的人天天 加给他们 好 我们看见他们在这边是怎么样 恒心遵守 你们知道 恒心遵守 这个字 原文的意思就是 持续不屑 不屈不挠的坚持者 不屈不挠的坚持者 使徒的教训 你们知道 耶稣基督 我刚开始在上帝的那个时候 原本在罗马帝国 犹太教就是一个小众信仰 对不对 那现在又在犹太教当中 兴起了所谓的基督教 这耶稣开始的时候 他更是一群小众 而且这刚刚兴起的时候 他们要对抗的是什么 犹太人固有的传统思想 跟固有的信仰 所以这一群人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因着耶稣 我们成为一个新人类 新的群体 新的一个很不容易 他们不屈不扰的 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在使徒 在彼得的第一篇的教导当中 你可以看见 所以他一定很清楚的讲到 使徒的教导有含五点 第一 他一定会解释救恩的性质 第二 他一定会讲到 基督的身份和工作 第三 他一定会谈到 基督的命令 第四 他会谈到基督徒的生活 该有的特征 还有他会谈到 神佛的信息 所以使徒 使徒的教导 如果我们从后面 使徒形状往后看 看到所有的书信当中 大部分就是 会包含这五大信息 在里面 然后 你可以看见 就是说 路加在这边用到了 他们什么 像团契一样 有没有 像团契一样 聚在一起 彼此交接 波别 好 这个词呢 基本上就是分享 所以我们 我们教会有团契 对不对 所以团契干嘛 团契来就是要分享 小组来就是要干嘛 要分享 然后分享 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要分享什么 啊 亲爱的弟兄 兄妹妹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分享神的话语 的最终目标 是要干什么 要赞美上帝 我们要赞美神 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 不管大家分享的是有多苦 多惨 多难 多么的难过 最终 因着我们的分享 我们将一切的荣耀 归给神 我们赞美上帝 因神看我们配得 透过这些经历 所以我们这边有这位 这位弟兄 我忘记你叫他们 对 Jerry Jerry 他是有胃 胃症 吗 这是个很大的 一个challenge 在人生当中 很大的challenge 在团契当中 在教会当中 你的生命的 我们的生命的经历 就成为别人生命 经历的一个灯台 而他的软弱 或者他的难处 他的痛苦 也许我们 我们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说 所谓的感同身受 但是我们在旁边的扶持 对他们来讲 就是个力量的安慰的扶持 因为在主里 我们是一家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在主的团契里面 让我们可以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 我们可以知道 在神的群体生活当中 我们可以得众名的喜爱 这个众名不只是在教内 也包含在教外 所以我们基督徒在教外 也是有好名声 因为让众人看见 我们的不一样 所以说 而且他们还怎么样 很重要 祈祷 在那边祈祷 他们祷告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可以建立 跟神亲密的关系 你知道吗 我们跟神亲密关系 通过祷告 这就是我们可以与神交谈 更重要的是 使徒们用神经奇事 来见证神的道 所以我来问你们 现在他有没有神经奇事 有 好 那神经奇事的重点是什么 神经奇事的重点是什么 所有一切 我们无论讲道传福音 我们所有一切 包括神经奇事 医病感悔 所有的中心点 都是为了引人到耶稣的跟前 不是引人到我的跟前 到你的跟前 到哪一个教会的里面 所有一切的终极目标 我们今天到教会 是为了要敬拜耶稣 是为了敬拜神 所以我们来到这边 所有神经奇事 今天仍然发生 我那天去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 因为他们去北加州 有个Battle Church 你知道吗 就是Bill Johnson 那个牧师 我们可能不知道 他的先生有两年 他的那个膝盖 就是他的脚踝跟膝盖 有严重的受伤 因为他起脚踏 大概怎么样 把他祷告了 就是受伤 然后都需要 都需要缠着 两年他没有办法好好的走路 结果你知道 他们后来就去参加那个Battle Church 然后去参加 你知道吗 他说不到一秒钟耶 他们刚进到教会 他先生立刻就好了 好了之后 他先生就可以 开始走路两个小时 这神迹耶 那这种东西 对于我们来讲 我就在想说 我也好期盼 这个可以在我们教会当中 发生了是不是 是不是 我也好期盼 在我们的当中 我们就能够有 这样的神迹奇事发生 可是神迹奇事的发生 需要什么 需要圣灵的能力 需要圣灵的能力 需要圣灵来充满我们 将冠我们 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 彰显出来 我们可以有爱心 我们可以接待 我们可以款待 但是异聘感鬼神迹奇事 需要圣灵的能力的彰显 靠我们自己做不到 所以今天 我要给大家唱一首诗歌 我今天要给大家唱一首诗歌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 我们在做 每一个人 我你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可以影响这个世代 不要小看 不要小看 我们自己 我教主日学 我做一个心态 我没有办法在主日讲堂 跟一百多人讲 但是我每一次在主日学 我可以跟赛斯人讲 我们这就是像个小活种 我希望我们能够翻转 翻转我们 对于 我们能够对于神的认识 能够经历到圣灵 就从我们这一个 我就期盼说 这个成人主日学 成为祝福落福的来源 我们从这个主日学开始 经历圣灵的恩典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浇灵 就从我们开始 这是我对于这个主日学的 祷告 也是这个 也是我的期盼 我期盼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为洛福祷告 期盼洛福也是个 充满神迹歧视的教会 期盼洛福也是个 经历圣灵 大能浇灌的教会 从我们开始 好吗 好 所以说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 来 好 我们一起请例 我们拍掌 我们先听一遍 大家先听一遍 你将水变成就是无缘用 只是永远做行事的神 再次见我的心 相信你放山的灯点 是指出你永远回来 你身体的我身体最热门 我将军军抓住你的心 吃开球 来 吃开球 好 我们一起来学哦 张开我的眼 看见你奇妙的座位 比较水变成就是不便用 你是永远做行事的神 再次见我的心 相信你放山的灯点 神之君 愿与我躲在 你身体有身体写着我 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兵许 你拯救一切 照顾双求所向 我要珍惜把我孤寂送赐 是你每一个机会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力 充满信心 你走向未来暗路 跑着看街道高 跑着神明的你 奇妙是你也要成功 ng 我们要相信 想让透过我们做奇妙的事 不要小看你自己 我要紧紧抓住 你的余讯 你拯救一切 照顾所有所想 我要珍惜保护你所自立的每一个机会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力 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保护 靠着看见到好 靠着生命的力 心要是必要拯救 我要紧紧抓住你的引擎 你拯救一切 照顾所有所想 我要珍惜保护你所自立的每一个机会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引力 充满信心地走向未来保护 靠着看见到好 靠着生命的力 心要是必要拯救 我只想是必要拯救 靠着生命的力 心要是必要拯救 我只想是必要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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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着生命的力 我们恒意识地祷告 神今天要在我们当中做奇妙事 从我们开始 来 我们一起快讲 被神热情一点 要被上帝热情一点 但我只是想是必要拯救 你和我相见我 看见我的困境 看见你心涯有多所为 你将水源承受 最后能遇到你心中走 事实的深 在你心涚入我的心 相信你所生燕边 神指出你能的魂海 十四里多深情恰恰我 我要紧紧抓住你的音乐 一生就一眼前 从中间坐下 我要坚持希望 你所在心里 每一个机会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音乐 充满信心里 走向随便绕路 抱歉陪水荡荡 抱歉神秘的命 尽量是你 必要成就 是个主要成就奇妙的事 在我们的当中 算不算地上点灭中 开门的眼 看见你 奇妙的座位 一家水一边 才就是不便用 你是永远做新世的一生 在此间 通过的心 相信你 可是你的音乐 一生就一眼 与我 拖开门的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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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紧紧抓住你的音乐 一生就一切 从中间坐下 我要诚信哦 你所指示的美丽的机会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音笔 从而信心地坐上去的道路 靠着感觉到它 靠着生命的命 请要是你 必要成就 主要是要到我们 靠着恳心的祷告 主要是要到我们 靠着恳心的祷告 主要是要到我们 靠着生命的努力 做我们相信 应证你 奇妙的事要发生在我们的当中 神经的谢谢你 我相信神经实是要伴着我们发生 主要是我们 靠着恳心的音许 一生就一切 从所求所生 我要珍惜把握 你所指引 每一个机会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音笔 充满信心地 走上未来道路 靠着感觉到它 靠着生命的命 请要是你 必要成就 我要紧紧抓住 你的音笔 一生就一切 走上未来道路 我要珍惜把握 你所指引 每一个机会 我要紧紧跟随你的音笔 充满信心地 走上未来道路 靠着感觉到它 靠着生命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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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 我们相信你奇妙的是要成就是因为你的话立定在天 主啊 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你的话语带着何等的力量 主啊 愿你的恩典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激励我们 让我把握你给我们每一次的机会 向我们周遭人传批 也把握每一次的机会来见证你的恩典 主啊 何等有幸我们成为疏忽你的人 主啊 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带着我们周遭的人能够来信号你 主啊 愿祝福我们在住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机的起源 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当众人看见主你与我们同在的见证 主啊 愿我们的生命 愿我们的所有一切 成为你荣耀的器皿 讨你的喜悦 谢谢你与我们同在 谢谢你垂天我们祷告 谢谢你爱我们 为我们死 为我们复活 现在在神的右边 将来要再接我们回到你那里去 主 谢谢你给我们永生的盼望 祷告奉耶稣罪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